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士门女士门 男士是端端 女士是关关 关关居咎还有人的意思 您是长期在马来西亚生活是吗 我在那边出生 那什么时候回来的呢 就2017年被中国的曲院邀请回来 我在马来西亚是起初是做建筑行业 然后后来做了几年就自己创业 就做建筑 土建跟装修 那你回来受到邀请 这机会是不是更好 其实我当时的考虑是 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第一险子 然后因为时代的转变 故人亡 我不能再待在那儿 那这是我的想找个机会发展 想变化 但家庭还在马来西亚 还在马来西亚 那你是准备彻底回来的时候 目前来说就会彻底在中国 听说您舞跳得不错 其实我舞还就没斜过 就随便跳 什么舞啊 就随便舞 音乐来就跳吧 这真的做得到 可以挑战 我们上场的时候 看他好像有一点反反的 但是他一旦开始跳舞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这个人 他是有可能性的 以往的我 你要我在这么大的场面 跳舞的话 我肯定是不会 但是进来来到这个舞台 就要带着好人的心情 因为在生活上也一样 你不可能每次顺着 你的这个意识来做 有时候你变到挑战的时候 你也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45岁的中年男性 看着文质彬彬性格成本 居然放得这么开 压迫感很强 身体太重了 太热情了 其实眼神 但是我觉得陀老师这还不够 因为他来的时候 他说的是随便放音乐 就意思就是咱们的音乐 现在有点太正常了 我好想看那个段总和梅老板跳 对 而且在换段音乐 换个音乐 他们三个跳 别人45岁跳出的是 这个年纪的阳光少年的感觉 我看看你们两个跳 我们两个舞王同时上场 机会不多 不是技巧的问题 是那种奔放的感觉 这一段激情资设的舞蹈 然后再加上我们两位企业家 跟他一起跳舞 其实我觉得还是感觉 非常的有活力的 快 再会 我们在职场上 然后面对中年人 然后面对一些 比较承受的人的时候 我们看的不仅仅是 他过去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 看他未来的可能性 他愿意这样去开放自己 然后挑战自己 我觉得他是向现场的老板们 展建了一个非常好的 他未来的职业的可能性 你是我的小鸭小瓶朵 好 梅老板好厉害啊 回到了八十年来 我的心我 天降我生命的火 你是我的小鸭小瓶朵 这个明显的是老梅是红花 两位是绿叶啊 我觉得梅老板跳舞的时候 魅力太足了 不是 通过这段舞蹈 我们可以感觉到 中年男人真可怜 生活活得太压抑了 你看 是不是这样 需要爆发 不是 你为什么会这样 你为什么生活 轮轮成这个样子 扭曲啊 扭曲 心灵扭曲 是因为工作 还是因为家庭 实际上是上一老 下一小生我都不懂 所以中年男人的这个生活压力很大 然后段东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我发现 我发现 你为什么每次一上舞台 你看 一上舞台就不正常 你看 这是我们 我发现潜力无限我们俩 这是我们在那年得的这个 飞尼木鼠的舞啊 啊 老妹 老妹 我爱你 就要这感觉 我们俩演出了一个非常 有趣 但我觉得今天你们三个人在这儿 比较像这个西游记 然后中间这个是唐僧 然后他们一起来到旅外国 现在这个网上有一种论调 说中年男人上有老下有小 在这个年纪很容易遭遇 情感问题 经济问题 等等等等 你认为到了你这个年纪 你身上最大的压力到底是什么 我最大的压力就是 我如果在这个时代 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比如说我以前是最怕跳舞 我身上没有跳舞基因 但是呢 我今天呢 尝试去改变自己 让自己跟别人能接上轨 这种压力给你的带来的 切肤之痛是什么 切肤之痛是不怕丢丑 不怕丢丑 没脸 没脸 不要脸了 对吧 现在我就是 我现在特别喜欢向年轻人学习 在孩子身上你看到 他们充满了阳光 充满了快乐 每天都是很开心 而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未来的趋势 你看80后 90后 慢慢都缠了主力 而我们呢 慢慢地就会 就一直想 抓住他们青春的位置 拥抱变化 我觉得所有的中年的求职者 到了这个年纪 无论有任何的不惑 都应该学习端东和梅夏 不要被时代所抛下 要赶紧追着时代的节奏跑 但是在爱心方面 不要追着时代的节奏跑啊 还是追着自己的节奏跑 好不好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我们在生活上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如果没有一个方向的话 我们解决问题 都是在永远解决问题 就没有那个方向去转 严大哥回国之后 想面试的专业 面试的职位是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 还是跟你原来的行业有关 是建筑行业吗 不一定 就是过去 我做过的是像舞台 建设舞台 舞台 这是演朗的活 就是当时我做的是3D 其实像是 比如说公司 它有一个新的产品 把它建起来 建起来 舞台搭建 舞台搭建 你刚才来不是说 到中国来是想进互联网行业 所以你中国这个公司 你做的什么项目吗 它是开发商 开发商 也是图建 有关 然后它有一个管理 那你就做图建 你干嘛改行啊 但是图建就是因为我觉得 轮到了稍微比较年纪大的时候 应该是做顾问 那咱确定一下 你真的要改行 如果有机会 那要是没有机会呢 你还是做老板 没机会的话 所以您是今天来尝试一下 漏槽打兔子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我本身也想 培训或者是取悦教练 您这口才别培训 那您要多少钱薪资 过往是拿三万 过往是拿三万 您这改行 这改行的话 对啊 您不能跳了端舞 你就要三万 这五可够贵的 那不敢 那您到底要多少钱 咱说个靠谱的 两万吧 有地域限制吗 目前没有 我怎么感觉它向来玩的 我觉得一方面是在于 它过去的经验 的确能够给它带来 三五块钱月薪的收入 只是说在这个平台上 你是不是愿意 要跨行 是新的领域 你可能要把工资降下 所以我问一下赵小叶 你们那儿做舞台搭建 大概总负责 一个月多少钱 我们自己公司管控的 差不多能到小二十 就是一个月也是一万多 对 一万三四 对 然后这个情况是 自己不能够做 创意性的情况 如果他能做 这个创意性的东西 它会更多 因为其实我听了大哥的意思 他大概只能做 基于别人的设计 他不设计 对 他做执行的话 本身在我们这个行业里 纯做执行 你的薪水是有封顶的 我想再分享一下 我在过往十五年 在这个创业期间 我做过什么 是做过 就是考了那个教练技术 教练 啥教练 是企业教练 个人教练 企业教练 你是认识课程 是哪个课程 我是这个美国的New Phil 目前我做的是个人 这个我们要听懂 因为这一块的话 没有展示嘛 那你可以说随便找一位企业家 你试一下嘛 前面这个 段总 我先说说我的问题 好 我在职场上面 我现在已经武装了 公司的年轻人越来越强 我也不知道我很困惑 上有老下有小 经济压力很大 我就想快点赚钱 多少才能满足你 越多越好 最少年薪 两百万 达到两百万 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我知道了 我知道其实我可以基本了解了 其实你不是给他教练的企业 不是企业教练 他是一个 他是针对于个人 个人的激发内在动机的一个教练 他们这种的是不会给任何的结果 他只是去说不断的引导 他就是不停地去问问题 来去抛袭你 再确认一下 其实这么一番聊下来的话 你可能有的工作机会就是舞台搭建 但是赵小叶说在他们行内这个薪资 大概是在一万三四 你愿意调吗 我愿意调 第一轮选择去护袋 还有三盏灯 天生活有 原来我们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为了职场晋升 是把事做对更重要 还是做对的事更重要 我觉得把对的事做对更重要 就是后者了 后者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其实在我们很多在执行层面的 刚入职场的人呢 更关键的是说 我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对 但实际上的话 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更关键的我们考核这个人 他的目标感 所以这个的话 从这道题来 本身来看 我觉得这位大哥的话 其实还是有这个职场的经验的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 你目前这样 这是考虑 这是考验一个人 有没有管理能力吗 其实还是他视为的维度上面 跟管理上的话 其实可以说沾边 但是并不是特别的紧密的 那个程度 管理的人考虑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执行的人考虑 把这个事做对就行了 这当然考管理了 对 如果这样解读的话 是对的 是吧 我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 如果你是一个 做项目管理的人 你怎么去把控 这样的一个时间进度 就是先把它定了 什么时候要交 然后我们再往回推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然后一定要把它完成 就是项目非常紧急 而且这些项目 就当那样是不可能被改变的 这么强的目标下 你通过你的这些 培训的知识 你是如何去管你的团队 让他们去达成目标的 能量先要提起来 你要把那个积极 要往前冲 那个能量先带起来 就把那个团队的气氛 带起来 如果我在带团队的时候 我自己都软软的话 那整个团队 是不可能带起来的 颜大哥还不仅仅是 跨行业的问题 他还跨文化氛围 你们会觉得难用 包括交流等等 我们做选择吧 第二轮